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 近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向长安航空9H8409飞行机组的三名飞行员进行了通报嘉奖 今年8月26号该机组在直飞广西吴州至海南三亚的航班时 成功处置了飞机在起飞关键时刻遭遇鸟机的特殊情况 确保了183名旅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 这段录音就是8月26号长安航空直飞吴州至三亚航班时 遭遇鸟机瞬间的过程 飞机在起飞滑跑过程当中 然后撞击了这只老鹰就是一盏大概有1米5 然后撞击的时候它是我们它是在腾空的一瞬间 我们也是在离离的一瞬间 撞击了我们机头靠左侧的位置 老鹰就顺着这个机头一直往后滑 把这个营角传感器就是处在这个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仪表 就给撞断了 撞断了之后它这个碎片就顺着这个气流 就流到了这个发动机里面 然后把发动机的这个叶片也是给打弯折了 把这个营角传感器就整个就是打掉了 飞机的营角传感器相当于飞机的眼睛 在飞机起降的关键阶段被撞坏 撞坏后的碎片还被吸入左侧发动机 造成发动机损伤 如果处置不得当不及时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当时的速度大概是在135节 就是250公里每小时 那么我们的速度一旦丢失了之后 我们相当于就是说 无法判断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去把飞机带起来 我们如果争断起飞的话 有可能飞机就会冲出跑道 造成更大的影响或者故障 甚至击毁人亡 因为是飞机离地起飞的关键阶段 飞机速度已经起来了 但受撞击影响 飞机的左侧驾驶杆持续剧烈抖动 驾驶舱内警告声四起 飞机面临失控 千军一发之际 机长杨子龙全力操控左侧驾驶杆果断决策 飞机继续起飞 至安全高度后再返场背降 一分钟后 飞机拉升至1500英尺的安全高度 观察员黄威勉 持续向机长和副驾驶报告实时状态 这次事件当中 左侧的仪表 几乎就是完全失效 那我发现说 备用仪表和右侧数据是一致 且正常的时候 那我就第一时间把这个信息爆出 让他们两位去了解到这个 那我们三个人一起都确认 没问题之后 然后机长按程序完成了交接操纵 让右侧去操纵飞机 此时飞机左侧的操作系统已经失效 只能使用右侧的驾驶杆控制飞机 右座副驾驶槽量凭借过硬的飞行技术 按照标准程序驾驶飞机安全落地 驾驶过程中 右侧椰压杆的压力巨大 造成槽量双臂力竭麻木 从鸟机发声到返场被降安全落地 共用时28分钟 事发后 经过专业团队调查 此次故障是由于鸟类撞击到了飞机左侧迎角传感器 造成多个仪表数据错误 并且迎角探测器打入发动机断裂成6部分 造成左侧发动机的16个叶片损伤 目前受损飞机已经修复 经过心理疏导和考核后 飞行机组三人也已开始执行飞行任务 情况危急晚分 飞行机组在操纵受到极大影响的突发情况下 冷静应对 启动备用系统12秒控制飞机 并合理分工 妥善处置 教科舒适操纵飞机安全返航降落 确保了机上183名旅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 我们也要为机组点赞